看人家那个写数字的 看能写对不看 看多少人的写对呀 这叫写对的送玩具 看看 从1写到599 喜欢的玩具免费 选1领回家 不限时间人人可参与 还有一个网红乒乓球 你看看 有没有写对的 看 写是多少钱呀 没写多少钱呀 玩玩乒乓乓球漂亮不漂亮 这头的吧 这写的吗 这写的 这有人写了 这有人写对了 好多小玩具呀 你看看 这个地方在这个商场附近 人流量特别大 然后它那个 有网红游戏的话 就是说 写对了的话 这个毛人玩具随便拿 这个毛人玩具挺大的 如果写错的话 一次有30块钱 从1写到599 这个时间不限 就说 我看也有人写对的 不过写错的也不少 你觉得 你能写对吗 我现在开始写了 从1开始写 好几次又写错了 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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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的话应该是50 再重新来一次机会 让我掉下眼泪的 不知昨夜的酒 让我依依不舍得 不知你的温柔 一路还要走多久 你转着我的手 让我感到为难的 是挣扎的自由 分辨总是在旧远 回忆是四年的愁 深秋朗绿的垂流 请问 错了这个错了 我写着2来想 这也不错了 挑战了两次机会 第一次挑战了50 这个就错了 写成个3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二次 这个是221 又写成222了 这也带过 一带过的话就不行了 第二次写的还200多 看来这个游戏 你想免费拿毛绒玩具 是很难的 一般人的话 估计10个能写对一个 因为我这还比较安静 如果在人群多的地方 如果说话的 听到说话 比较那个环境 比较草杂的一个地方 很少有人能写对 我觉得 对我来说话的 对我来说话的 感谢观看